穿石纪第29章 雅各骑行到了东方人之地 看见田间有一口井 有三群羊卧在井旁 因为人引羊群都是用那井里的水 井口上的石头是大的 常有羊群在那里聚集 牧人把石头转离井口引羊 随后又把石头放在井口的远处 雅各对牧人说 弟兄们你们是哪里来的 他们说我们是哈兰来的 他问他们说 拿贺的孙子拉邦你们认识吗 他们说我们认识 雅各说他平安吗 他们说平安看哪 他女儿拉姐领着羊来了 雅各说日头还高 不知羊群聚集的时候 你们不如饮羊 再去放一放 他们说我们不能 必等羊群聚集 人把石头转离井口 再可引羊 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拉姐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 因为那些羊是他母方的 雅各看见母舅拉邦的女儿拉姐 和母舅拉邦的羊群 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 引他母舅拉邦的羊群 雅各与拉杰亲嘴 就放声而哭 雅各告诉拉杰 自己是他父亲的外甥 是立百家的儿子 拉杰就跑去告诉他父亲 拉邦听见外甥雅各的信息 就跑去迎接抱着他 与他亲嘴 领他到自己的家 雅各将一切的情友告诉拉邦 拉邦对他说 你实在是我的骨肉 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 拉邦对雅各说 你虽是我的骨肉 原文作 弟兄 岂可白白地服侍我 请告诉我 你要什么 为公嫁 拉邦有两个女儿 大的名叫丽雅 小的名叫拉杰 丽雅的眼睛没有神气 拉杰却深得美貌 俊秀 雅各爱拉杰就说 我愿为你小女儿 拉杰服侍你七年 拉邦说 我把它给你 甚是给别人 你我同住吧 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 他因为深爱拉杰 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 雅各对拉斑说 日期已经满了 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 我好与她同房 拉斑就摆设了宴席 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 到晚上 拉斑将女儿丽雅送来给雅各 雅各就与她同房 拉斑又将婢女席帕给女儿丽雅做使女 到了早晨 雅各一看是丽雅 就对拉斑说 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 我服侍你不是为拉杰吗 你为什么欺哄我呢 拉斑说 大女儿还没有给人 先把小女儿给人 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 你为这个满了七日 我就把那个也给你 你再为她服侍我七年 雅各就如此行 满了丽雅的七日 拉斑便将女儿拉杰给雅各为妻 拉斑又将婢女 婢拉给女儿拉杰做使女 雅各也与拉杰同房 并且爱拉杰 甚是爱丽雅 于是又服侍了拉斑七年 耶和华见丽雅失从 原文作被恨 就使她生育 拉杰却不生育 丽雅怀孕生子 就给她起名叫流便 就是有儿子的意思 婴儿说 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 如今我的丈夫必爱我 她又怀孕生子 就说 耶和华因为听见我失从 所以又赐给我这个儿子 于是给她起名叫西勉 就是听见的意思 她又怀孕生子 起名叫立位 就是联合的意思 说 我给丈夫生了三个儿子 他必与我联合 她又怀孕生子 说 这回我要赞美耶和华 因此给她起名叫犹大 就是赞美的意思 这才停了生育 这才停了生育